中国高调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不仅是东南亚国家通通出席 中国更和与会的29国领袖签署联合公报 这背后也象征着20兆美元的经济规模 而对于被排除在外的台湾 外界就质疑恐怕会错失庞大商机外 未来也会缺席世界经济体系 不过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专家学者认为一带一路 目前还很空洞所以不用太过紧张 不过也提醒到了新型市场的布局 基础建设或者是交通建设 这部分台湾还是得多加入 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工程 前方的路还很长 需要各方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把蓝图转化为行动 一席要把蓝图化成动力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现决心 一带一路论坛15号落幕 中国和与会29国领袖签署联合公报 但两岸关系冷僵局 被排除在外的台湾也只能冷眼旁观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第一个一带一路本来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目前看起来还是很空洞 它只是先有个价值 然后再把它跟周边这些国家的这个关联性 把它纳进去而已 它最主要的还是跟亚投行结合 就是做产能过剩的问题 怎么样把它产能输出去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也很难参与 学者很乐观 认为这一次一带一路只是落后国家 希望获得中国基础建设投资 一方面中国也能解决内部产能过剩问题 对台湾没有针对性 不过一带一路高峰会 29国元首出席 经济规模涵盖21兆美元 拥有庞大商机是事实 台湾无法分一杯羹 万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 就怕会让未来经济风险增加外 何况这回东南亚国家接派代表出席 恐怕也使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造成阻碍 学者认为的确有影响 但层面不大 加上蔡政府新南向政策 着重经贸文化 原本就和大陆立场不同 没有互相谁打谁问题 不过短期不受影响 怕就怕一带一路 这风向一催起 万一真的成功整合区域内经济体 台湾未能同行 未来的风险可不能视若无睹 后续效应都值得观察 欢迎收看苏云宽 吕佳恒台北报道